为了积极响应带动3亿人上冰雪的号召 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1月20号辽宁省和朝阳市残联 举办了辽宁省暨朝阳市第6届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活动启动仪式 让残疾人朋友在这经营的冰雪世界里 体验冰雪运动带给他们的快乐 2022年1月20号上午在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的门前 聚集了不少的残疾人朋友 对于他们来说今天将是特殊的一天 因为他们即将乘车去往庙子沟滑雪场进行一次特殊的体验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辽宁省迹朝阳市第6届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的启动仪式 这是我们残疾人对我们残疾朋友来说 这是一样极具挑战的运动 因为各类残疾人他们身体的障碍 走上冰雪是有很大的障碍的 也对人生和生活是有很大挑战的 但是好在我们有社会爱心人士 有志愿者的协助 他们能够跨越障碍 走上冰雪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快乐 广大的残疾人和志愿者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为了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在冰天雪地中体验冰雪风情享受冰雪快乐 这次的辽宁省和朝阳市残联举办的辽宁省继朝阳市第6届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活动 邀请到了辽宁省残联宣传文体部主任纪威和辽宁省残联宣传文体部一级调研员苏东宏来到了现场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特殊的朋友也来到了现场 你好 我是田径运动员轮椅竞速项目的运动员 我叫刘承明 今年是我参加的第5届全国残疾运动会 然后已获得了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的一个成绩 田径轮椅竞速运动员刘承明 曾经获得过伦敦和里约两届残疾会冠军 三届世锦赛冠军 两届亚残会冠军 五届全运会冠军 刘承明告诉记者 体育对于他们这些残疾朋友来说 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 因为通过体育它改变了我们很多 比如说生活和心理健康特别重要 让我们更有勇气和去面对社会上有不同的 眼光和一些问题 更勇敢对生活更有热情 希望他们残疾体育越来越好 越来越壮大 让更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 参与冰雪活动中来 特别漂亮的滑雪场 希望大家都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真的是既健康了自我 也陶冶了青草 心扉都敞开了 启动仪式结束之后 到场的残疾人朋友纷纷换上了装备 准备进行一次特殊的体验 不少的残疾人朋友表示 这一次的细雪和滑雪 可以说是让他们第一次真真正正的接触了大自然 因为残疾人出行不方便 基本上有的就是体验不到这种活动 因为那个有志愿者 然后陪同 然后保护着 然后也放心 也感受出来 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 就是怎么说 就是头一次接触到大自然 就是感受到冰雪的那种刺激 当这些残疾人朋友 在志愿者的帮助之下 体验了冰雪乐趣的时候 这幅场景也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体验过后 大家都说 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他们也有他们的祝愿 祝愿2022年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 往后取得圆满成功 祝愿奥运接着 取得更好的成绩 就是鼓励我们更多的残疾人朋友 能够在志愿者的协助下 走上冰雪 开展冰雪活动 享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快乐 残疾人朋友和我们健全朋友一样 都是热爱生活的 体育运动对于残疾朋友来说 体验和我们健全人不同 是更大的挑战和意义 朝阳市组织的这一次 残疾人冰雪运动计活动 让残疾人朋友玩得尽兴 直呼过瘾 通过残疾人冰雪运动计 鼓励和帮助更多的残疾人 走出家门参与冬季健身 共享冰雪欢乐 为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加油助力 希望广大残疾人朋友 能够通过冰雪运动 更加的热爱生活 拥抱美好的明天 感谢观看